树枝乱飞 露树倒一片 康瑞颱風席捲全台 胎骨也跟著被颱風找到 11月1日开盘 一度大跌将近589点 不过开低后持续拉抬 跌幅收链下跌到200多点左右 看起来虽然利空消息多 但还是有不少人进场低阶 应该这样讲就是说 基本上选举是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性 所以当然选前不确定性高的时候 是长震动是很正常 大部分的证件应该是在目前行情 就多多少就反映出来了 所以我觉得说还是回归根本面 基本面是比较长远的路 尤其以户国神山台积电来看 开盘直接跌回996元 不过马上占回前缘之上 而联发客更是一度由黑翻红 占上1295元 鸿海广大则分别面临 整数价位的关卡保卫战 台积电现在几乎是独家 这个取得了所有的这种先进制程的 先进制程 那所以如果它提高关税 或对台积电采取一些处罚的 一些陈储的一些措施的话 那其实对于美国的高阶科技股 反而是非常不利的 也就是说台股基本面还是稳定 无奈受到美学影响 风声多 不确定因素也增加 难免动摇投资人信心 不过目前台湾电子类相关产品订单 出货量稳定 朝鲜来看没有太大问题 专家也给予台股信心 认为未来整体指数还有机会向上钩 先不要急着all in 这个我觉得是这样子 因为不确定的因素还是太多 所以不用急着all in 原则上来讲的话 如果说以基本面来看的话 我们台湾股市是可以值得风低承接的 美股暴跌加上美选不确定因素多 不过台股大跌后迅速拉回 这上11月整体上涨几率高达8成 整体多头气氛不断 风雨深信心 雨过天晴 有机会看到彩虹 段彩新闻怎么不懂